大家好我是特尼老师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最近要评测的游戏实在是太多了 前后装甲核心6境界天火 后有被塞斯大的星空 其实除了这两款大作外 我手里还有些别的作品 尚未开始游玩 更别提甲方爸爸的早安问候了 你今天能出稿吗 但在劳累和忙碌之中 我仍旧坚持要做这个杂谈 因为评测必然逃不过预购 而近些年来预购游戏这件事 让我愈发感到不快 尤其是在前几日 当我在COD20的预购界面停留了许久 终于咬牙点下付款那一刻 我至于预购这件事的厌恶程度 刹那间突破了情感上的临界点 我禁不住在想 假如我不是一名up主的话 那我还会如此积极首发 又或是预购游戏吗 两年前我会讲早买早享受 但眼下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件事多少有点反直接和反逻辑 游戏本该是开心的代名词 消费更是被誉为快乐的源泉 两件同样令人高兴的是 结合在一起本该有double的快乐 但现实却绝非如此 今天通行老师想站在个人角度 有浅入深的聊聊预购这件小事 关于我为什么愈发抗拒预购游戏 最直白的原因自然是游戏价格的上涨 经济压力日益加剧 我算过一笔账 刨开游戏设备的购置 这些年平均每个月 我大约会花费1200元来购买游戏 以自己最常消费的PS平台来计算 PS4时期一款3A的价格普遍在60美元 约合人民币396 如果使用点卡充值的话 还有优惠的空间 换言之1200块足够 我一个月买上三款大作了 遇上特别喜欢的作品 拿这些钱去换两个豪华版 也是可以承受的 可反观现在3A游戏的定价 来到了70美元区间 游戏的价格从过去的约400人币一份 一月至如今的500元 1200块钱就只能买两款3A了 想像以前一样一口气买下三款游戏 对不起 高阶版本的价格同样水涨船高 数字典藏版要价700块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阿凡达潘多拉边境的中级版在PSN商店中的售价 更是来到了恐怖的108港币约合人币922元 游戏价格的水涨船高 导致了玩家购买力的下降 而购买能力的降低 又必然会影响玩家预购的心情 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手里的钱贬值 谁也不想体验囊中羞涩的感觉吧 满心欢喜的准备订个心心念念的游戏 结果一打开商店 卧槽这游戏怎么这么贵 进一步来谈 假如我花了比平常多的钱去消费 那肯定希望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吧 换到这里 就是出色的游戏质量 很不幸 目前行业的现实是 它根本无法满足我的既定预期 近些年的游戏 尤其是大型3A 模板化套路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画面是日渐华丽了 然而整体的游戏性 不敢说是日趋干瘪 但的确是略有下降 人均电子扬尾 这无形中也在削减 我个人以及其他玩家提前预购游戏的动力 考虑到讨论游戏质量下降原因的文章与视频 网上一搜一大把 我不想在此浪费大家时间 不妨先跳过业界 继续往下聊 退一万步讲 倘若我遇过的一些游戏 仅仅是质量稍稍不如玉 那我喷它两句发泄一下 这事大概率也就过去了 但往往它既不是略微 也不是稍稍 而是彻头彻尾的翻车 说实话一提到3A翻车 我就忍不住想要拉出 战地2042和赛博朋克2077 我当然清楚 一些玩家非常反感 老是将他们反复鞭尸 尤其是后者 因为现在的2077跟首发版本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 网络上过度玩梗的现象 也确实让人很反感 问题还没讨论呢 就先玩个梗 这种自认为幽默的行为 很容易让人丧失 想要继续话题的欲望 并且十分令人反感 不过关于2077和2042 关于游戏预购 我还是想说2.7 至于像我这样的预购玩家而言 纵然他日后 做出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其实我也很难提起兴致再去重新打一遍 20779月不是要出DLC了吗 为了做好准备8月中旬 我还特意将游戏下了回来 准备重启一次一夜之城之旅 结果刚玩了个开头 我便火速关闭了程序 抛开它的新鲜感 伴随几年前的通关早已退去之外 我还是忘不掉首发当日 因为帧数严重波动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天的惨痛过往 又像是今年年初 我买那款名为天外武林的国产卡牌游戏 即便它的修正速度已经无比迅捷了 但几天后方才上线的补丁 还是难以弥补我首发有玩时的痛苦 再比如最终幻想16 忍受着早期游戏不能关闭动态模糊的痛苦 忍着恶心把游戏打通 可就在我一周目旅途结束的第二天 制作组就上线了动态模糊调整选项 你们发现没有 后来者往往享受着比预购玩家更加舒适的游戏体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两者间的区别不是简单的加成 而是旧帽心眼天翻地覆 作为服务型游戏的战地2042在这一点上 似乎相比单机游戏更有优势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每个新赛季我都会重新上线体验下新内容 毕竟这一类游戏重复学习的成本普遍不高 很容易丢掉再捡起来 只是我同样无法忘却 身为黄金版用户 提前多日进入游戏 给DES充当免费bug测试员的过往 多说一嘴啊 战地5我也拥有相同的经历 我想请问屏幕前的观众 预购这些游戏究竟为我带来了些什么呢 以上心酸的回忆都让我在预购游戏的时候 不像过往那般痛快 我预购的越多 我就越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无药可救的那种 第二是玩家心态上的变化 无论是屏幕前的你 对于预购 对于2077和2042持何种态度吧 只是我们都无法否认 由于新世代媒体恐怖的宣传力量与传播速度 外加厂商们近乎疯狂的营销 2077与2042这对数字兄弟组合 在首发翻折后 对于预购玩家群体的杀伤力何其恐怖 与此同时 无数新人第一次小心翼翼尝试预购的游戏 正是2042游户是2077 俗话说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这种对他们预购信心的摧毁 直到今天都没能完全恢复 首发事故背后更重要的影响是 扭转了玩家之于预购这件事的群体期待 以前有人预购别人会羡慕 但现在更多的是质疑乃至是嘲讽 遥想几年前我预购游戏拍截图 去群里装X的时候 大部分还在吹捧 现在做一样的行为 收获的只有 又来一个大圆种 这年头怎么还会有人预购游戏啊 这样那样的回复 坦诚的说 我从来不是一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 身边人太多的变化 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我对预购这件事的判断 再说一件近期发生 并且深深震撼到我的事件 他跟今天我们在聊的话题同样相关 8月上旬 一位知名油管主播在他的频道里 发布了这条名为 暗黑破坏神4开发者 不知道怎么玩这款游戏的视频 在视频中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 暗黑4的两位设计师 根本不懂油 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 无论是技能搭配 还是释放顺序 其操作统统令人摸不到头脑 甚至连核心技能是哪个 他们都一头无水 比如操控野蛮人的设计师 怒气值始终是满的 先祖之锤 全当摆设 操控游侠内卫的离谱程度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甚至试图一件一件的 用普攻射死眼前的怪物 多说一嘴暗黑4 我也预购了 还是豪华版 我一点也不被伤 一点也不心疼 一点也不想骂两句 其实开发者不懂 自己游戏这些事吧 近些年来屡见不鲜 我在千万编板系列中 无数次吐槽 但凡他们自己玩一下 自己设计的作品 游戏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坦诚的说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并没有底 但事实如今已摆在眼前 试问当游戏的开发者 都不玩自己设计的游戏 玩家又怎么可能放心大胆的预购呢 这就像是餐馆的老板 不吃自家饭店的菜 卖包子 不肯自己做的包子 日本人不喝自家牌的核废水 其中的道理并无不同 不多做解释 相信你也能明白 好看以上所有 我还有至少一点没有设计 依旧是价格要素 指此价格非比价格 前面说的售价 现在谈的是打折 正如开头所言 从前我还能喊上一句 早买早享受 聊表安慰 可缠绕的游戏体验 半成品的游戏质量 疯狂打折 讲道理按照正常的速度吧 本该是铁粉第一时间预购 或者首发 半年后游戏降价30% 一年调整到50% 时间越久降得越多 可近些年的态势 你们也看的是一清二楚了 一个月打7折6折 甚至是5折的 都大有人在 更别提还有Epic XJP PSN二档在白送 这也让我预购的行为 在性价比日益降低的同时 显得更为滑稽与可笑 当然聪明的厂商也明白 预购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 他们也有相应的对策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年 预购标准版又或是高级版游戏 就让你提前五天 乃至是一周 玩到正式版的行为 越来越普及了 我从不否认 优先游玩的吸引力 像是我预购 星空数字高级版的原因 也正在于此 只是这些很难真正抵消 价格上涨 游戏质量难以预料 快速打折 乃至是白送 以及玩家整体心态的改变 等多种负面因素的叠加 其实从本质上看 预购的无力 当下的游戏销售和购买模式 很难继续支撑 整个产业走得更远 只是我看不清 未来的方向 能做的 唯有管好自己的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宗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